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回答公司执行长黄仁勋近日表示,从某些定义来看,通用人工智慧可能会在短短五年内问世。 黄仁勋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经济论坛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实现西谷长期目标之一,即创造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的计算机,需要多长时间。 黄仁勋强调,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标如何定义。 如果定义是通过图灵测试的能力,通用人工智慧,AGI很快就会到来。 如果给出一个人工智慧,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个测试,你都会列出测试清单,并将其放在计算机科学行业的前面。 他才五年后,他们会做得很好。 回答的绘图处理器应用于OpenAI的ChatPPT等系统之中。 截至目前,人工智慧可以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等测试,但在未肠病学等专业医学测试中,仍然举步维艰。 黄仁勋表示,五年之内应该也能通过其中的任何一个。 但黄仁勋认为,按照其他定义,AGI可能还很遥远,因为科学家们对于如何描述人类思维如何运作,仍存在分歧。 因此,作为工程师很难实现,因为工程师需要明确的目标。 黄仁勋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需要增加多少业内成为晶圆厂的晶片工厂来支持人工智慧产业的扩张。 有媒体报道称,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认为,需要更多的晶圆厂。 黄仁勋对此则声称,还需要更多晶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晶片的效能也会变得更强劲。 这会限制所需晶片的数量。 它们将需要更多的晶圆厂。 但是请记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也在极大的改进人工智慧的算法和处理。 运算效率并不会停留在现金的水平。 在十年内,它将会把运算能力提高一百万倍。 3月1日,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历史首次占上5100点。 辉达和AMD军创收盘历史新高,辉达成为首支收盘市值突破两兆美元大关的晶片股。 辉达收涨4%,股价报822.79美元,创历史最高收盘价, 并且是该股首次收在800美元之上,市值达到2.06兆美元。 受到人工智慧热潮推动,辉达自去年11月份以来已经连续4个月上涨。 AMD收高5.25%,股价首次收在200美元之上,创历史新高,市值达到3274亿美元。 该股市值2月29日,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关口。 与辉达一样,AMD也在AI热潮的推动下收获了连续4个月的大幅上涨。 与此同时,有消息称,辉达已成为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仅次于苹果公司。 台积电通常不会披露和客户之间的关系, 不过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必须披露占其收入10%以上的客户的数据。 根据金融专家Danny Stead的预测, 回答在2023年为台积电贡献了一成的收入。 苹果是台积电,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 成为客户A的公司,去年为台积电贡献了25%的收入, 为其带来了175.2亿美元的收入。 Nistead估计,被列为客户B的挥达, 在2023年向台积电支付了77.3亿美元, 贡献了11%的竞销售额。 台积电前十大客户占去年竞营收的91%, 高于2022年的82%。 这些公司还包括联发科、AMD、高通、博通、索尼和美满电子。 人工智慧设备的需求不断增长, 贵达在台积电的营收份额将在2024年增加。 贵达的尖端产品,包括H100和A100人工智慧加速器, 在台积电工厂制造。 苹果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苹果在台积电的地位不会变化。 但据各大专注显示卡的网络社群消息, 贵达正在全力以赴打造新一代RTX50系列显示卡。 其中,RTX5090的效能提升相当明显。 报道中提及,RTX5090将较RTX4090快60%至70%。 RTX5090采用即将推出的Blackwell架构, 预计将于今年底上市。 据先前的消息显示,RTX50系列显示卡所采用的GB200系列GPU将使用台积电300米制成。 从最新曝光的细节来看, 代号为GB202的旗舰产品RTX5090核心增加50%, 总数达到24576个。 此较采用Turin架构的RTX2080核心多8倍以上。 此外,新一代旗舰卡的存储器平宽, 亦将透过使用32GBPS GDDR7提升52%, 高于目前RTX4090的GDDR6X。 时钟速度预期将提高15%, 此为最大升级之一。 这将使RTX5090的频率提升到2.9G, 于游戏工作负载中轻松超过3G, 而RTX4090最高仅为2.52G。 显然, 这归功于台积电的N3节点工艺技术水平的贡献。 总体来看, 长期以来苹果一直是台积电的最大客户, 并且在未来几年可能会继续保持这一地位。 尽管近期来自AMD、 研发科和高通的订单量有所增加, 但台积电的净收入中没有其他任何客户超过10%。 然而, 由于挥达加速卡H100和A100的需求强劲, 以及人工智慧技术的蓬勃发展, 挥达的订单数量激增。 所以, 鉴于对人工智慧GPU的需求不断增长, 2024年, 挥达为台积电贡献的收入份额将进一步上升。 该公司已预留了锡和COS产能, 以确保其高阶AI处理器的一致供货。 AMD今年能否占到台积电净收入的10%以上, 还有待观察。 由于AMD数据中心领域的EPYC处理器销售强劲, 并且据报道其Instinct MI300系列AI和HPC产品需求强劲, AMD在台积电的份额可能会上升。 对人工智慧GPU的需求增加也可能会影响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显示卡, 例如即将发布的基于Blackwell架构的G-Force RTX50系列。 这并不奇怪, 因为大多数领先制造商都依赖台积电。 然而,需求超过台积电的制造能力只是时间问题, 这最终会导致价格高于去年, 并且消费者及显示卡出现短缺。 当然,台积电若通过积极扩大产能解决产能问题, 必然会赚得更多。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